这伤子这么重 为何不 一点小伤 不碍事的 何苦啊 有伤就得医啊 方丈师兄 师弟我 受戒指 师师 先师为我命名玄虎 这愿增慧的苦 愿是人生必有之境 素阴所重 应当有此夜报 玄虎师弟啊 我真是搞不明白 你这是要隐瞒什么呀 你也知道 玄虎师弟数月前 命丧奸人之手 凶犯到现在也没有找到 而如今 这种凶案事件 又发生到你的身上 玄虎师弟啊 你是见过凶犯的 师兄希望你能够将凶犯的相貌 描绘出来 将大绳之以法 还我少林和你自己一个公道啊 这件事要是往大处上说 不处此凶犯 武林必定会掀起一场 大的波澜哪 所以我希望你 方丈师兄啊 我是不愿意众师兄弟 再为我操心 更赠我的业障 此人若是放下土豆 此人回头是安 倘若执迷不悟 也是突然自苦啊 玄虎我 心意已决 师兄不必再劝我了 阿弥陀佛 这倒显得我 太过于执着了 玄虎已于静坐片刻 莫想忏悔 好吧 师弟 你就安心养伤吧 他 aş見了 不得了 你太好了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所以你不得了 他想找你 拿来 你不会便宜 此事 你不得了 是 逢儿吗 是啊 是逢儿 弟子平时 貌于改邦事务 少有适逢 多劳师父挂念 时光如所 我们师徒俩 师多年未见了 来 让卫师看看清楚 你变了没有 是你 真的是你 师父 你这是怎么了 是师父调教出来的 好逢儿 师父 弟子就是 师父的徒弟 乔峰 好 好 好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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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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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一看到风儿 就惊吓而死 这是为什么 师父 正宋 人杨 再 Neither avait 我 师兄 你 你 师父突然远击 想必事出有因 不若此刻一走了之 岂是大丈夫的行情 既然之时 总有万般凶险 我也当差个水落石出 玄虎大师 愿接了 阿弥陀佛 乔峰 你杀死了自己的养父养母 今天你又来杀死了你师父 我师父怎么可能是我杀的呢 那请问施主 为何夜闯我少林 又为何独自见到 玄虎师弟圆祭呢 方长 玄虎大师 是我的兽颖恩师 在下的养父养母 惨遭毒手 埋葬了二老之后 在下便担心 师父也可能遭人毒手 所以才夜闯少林 来看师父 没想到 刚刚见面 师父便圆祭祿 是 是 玄虎师弟是在前日遭人投袭 胸口被重重地击了一掌 肋骨断裂 五脏破碎 他凭着他高深的武功 一直坚持到今天 我们曾三番五次地问他凶手是谁 他都说不知道 甚至闭口不谈凶手的相望 原来 在我来之前 师父已经遭人毒手 身受重伤了 可贵四门禁森严 不知凶手是如何闯进来的 你 是在嘲笑我们少林寺吗 小枫 你闯入我们少林寺 我们丝毫没有察觉 而那逆贼也来去自如 又如无人之见 你这回让人作何彩相 在下 因情势紧迫 来不及同报求见 才夜闯少林 多有得罪 请各位大事见谅 弟子和少林 渊源极深 绝不敢有丝毫清乎冒犯之意 是你 是他 是他 是他把师父打伤的 你说什么 方丈 轻松 你不要怕 看到什么就说什么 他一张打在师父的胸口前 我在窗口看到他 就是他 错不了 绝对就是他 轻松 你要看清楚 不能认错人哪 我看得清清楚楚楚 就是这身衣服 这副项目 连脸型都一模一样 错不了 绝对错不了 好啊 今天 你是自投罗网 插池南飞 来人呢 给我拿下 是 是 请慢 方丈 刚刚师父缘济前 看着我的眼神怪异 现在乔峰终于明白了 一定是凶手 大扯成我的样子行凶的 乔施主 你现在虽不再是丐帮帮主 但在武林中 你也算是一号人物 今日驾临必赐 杀害我玄苦师弟 目的何在 还望指教 方丈 请 师父 既日已遭奸人所害 皆因弟子而起 弟子本应该一死 以泄恩事 恕不足形 但弟子一死 朕兄便会逍遥法外 弟子有犯少林罪言 恳请师父恕罪